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有意要闯入你的巢穴的 我是被逼的 这只叫牙兹兽 是出了名的蜘蛛必较 看见猎物绝不怕羞的 而且它最爱吃的就是脑髓 你好自为之吗 牙兹兽 没武器吗 给 还手 导致 糟了 哄哄之力 雅兹兽 雅兹必报 今天如果你摇了它 以后就没有安生日子了 你伤了我 我也伤了你 大家就这样扯平了 好不好 我的功力怎么恢复了 小姑 丫头怎么还不上来 看来是进了牙子兽的肚子了 也好 省得浪费我的粮食 这是棍子兽的肚子 不得了 你先自戴 你先自戴 你先还是水 你先自戴 九嵘 你先自戴 嘴 这 你先自戴 笑 你先自戴 我先自戴 我先自戴 你先自戴 还挺厉害的吧 我果然没有看错 紫华 你的伤势如何 收了那么多的小魂帝 还好有生肖默他们为你运功疗伤 再加上我给你炼制的灰环丹 你的伤很快就会恢复了 这是给花千古的 他怎么样了 用不着了 我也将他逐去蛮荒 你将他逐去蛮荒 对 子华 你就一点情意都不共吗 这跟情意无关 这是他自己该承受的 子华 你当真断念绝情至此吗 你知道花千古他 子华 请你偶尔 偶尔放下你冷傲的身子 低头去看一看 在你身边的草木 并非是他们无情 而是你忽视了他们 请回吧 大胆魔头竟敢擅闯我长流圣地 你们到底把小布点给我藏哪儿去了 神也审了罚也罚了 立刻把他给我交出来 师兄 千古不是已经被他救走了吗 怎么又跑到这儿来要人啊 灭头已流放难荒 圣君请回报 你说什么 白子华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我也是长流的人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你要杀他们 就先杀了我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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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世尊 这么晚来有何事 世尊 弟子有一事 不知当讲不当讲 别吞吞吐吐 快讲 是 世尊 那日 您请我去结晶殿 我没想到 我要去告诉世尊 定将你随时万度 你刚才所言 句句属实 世尊 我就是有天大的胆 我也不敢拿这种事开玩笑啊 只是后来 花千古用社会术 消去了我那段记忆 直到它被拾击 跟销魂钉 盯视了先生 我才隐隐约想起来的那些画面 我十分害怕 却又不敢肯定 直到昨天晚上 我终于全部都想起来了 这才感谢世尊您禀报啊 这是非同小可 我以为只是那孽徒爱上了师弟 不 不会的 一定是自划他身中剧毒 或是一时一致薄弱 受不住的孽徒勾引也未可知 李蒙说他既已被花千古用 射魂术抹去 那师弟可能也不记得 但若如今法术失效 李蒙回想起来了 他应该也 你 使尊 我的意思 不是说花千古和尊上有什么私情 只是 你家中还有什么老小吗 老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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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可以考虑一下 另行收徒之事 我说过 我白此化此生 只收一个徒弟 你是长流的掌门 怎么可能不再收入室弟子 绝情殿后继无人 岂不坏了长流的规矩 要是如此 我宁可不做掌门 你 如果收弟子 是做掌门的交换条件的话 那我认为师兄更为合适 到时候掌门弟子 也可多多益善 简直胡闹 快叫白子化出来 三天的期限已经到了 赶紧把小不点 给我从蛮框接出来 否则 我今天就算是违背了 对小不点的承诺 也要荡平长流 花千古乃我长流企图 你根本无权过稳 你做不了主 叫白子化出来 好大的口气 掌门师弟岂是你能见的 我长流才能受你胁迫 摩颜 我告诉你 我今天就算是倾尽了 整个齐沙上下之力 也要把小不点从蛮荒救出来 若是白子化再不出来 我便攻占整个长流 攻占整个天下 我就不信我救不了小不点 你以为你有这个能力 不过仗着齐沙殿弟子众多罢了 你以为你生为圣君 就应该多为七杀着想 何苦执念于此 为了小小的一个女子 就妄动干戈 如果我连我身边 最重要的人都保护不了的话 我当这个圣君 还有何意义 花千古先身被废 经脉被调 这是天下人 都已经知道的事情 你以为他被流放到盲荒 还有命吗 说不定早就尸骨无存了 我不管 今天我活要见人 死要见识 如果他真的死了 我定要你长留八千弟子 替他辟赠 白云做梦 要长留放人 必须先过我这一关 是 是 是 师尊 师尊 妖魂兔 你居然修炼了如此的邪术 白子华 你若再不出来 我便要血系长流了 十一 不齐心见证 是 看你平日里对小不点还算不错 我暂且饶你一命 白子华 你终于有胆子露面了 沙千墨 你敢伤我长流弟子 今天我绝不容易 不是这样 今天呢 将我来领教领教圣君的厉害之处吧 不想死的话就给我让开 我今天要找的人是白子华 你可以小看我 我只不过是想讨教几招而已 师弟 退下 师兄 子华 退下 今天谁也不许插手 好 白子华 放眼天下 唯一能够跟我匹敌的也就是你了 今天 就让我们来做个了断 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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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闭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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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竟然受了如此重的伤 好 我今天就算打赢杀了你 也必是胜之不武 我可以饶你一命 但是你伤小不点的那一百零三件 我必然会一件不落地还给你 住手 你休想拦着我 我今天一定要替小不点报仇 狠狠地赐他个一百零三个窟窿 就算你杀了他也没有关系 我对白子化得很 要胜过你 可是你每伤他一分 小谷的心就要痛一分 如果被他知道了 他肯定这辈子也无法原谅你 无法原谅他自己 都说长流上仙是一个没有心的人 可是在小不点的眼里 你却是对他最好的师父 他尊敬你 仰慕你 他宁愿回来受审 宁愿死 他都不肯跟我走 可是你竟然狠心地将他逐到盲荒去 如今他已经是废人一刻 你却分明是送他去死 如果你还当他是你徒弟的话 就应该立刻把他给我接回来 没想到你还是怕怕他连累你 你不保护他 自由我来保护 就算全天下的人都与我杀千莫为敌又如何 如果你还真当他是你徒弟的话 就应该把他接回来 而不是像我一样 失去了最值得珍惜的东西 才来后悔 只要认为是对的东西 又怎么会后悔呢 白子华 世人皆说我杀千莫是天下最狂傲的人 其实你才是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跟小不点一样 甘愿被赋予这掌门之位 长留亲规 你们对小不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胡子 一妹 那妹 你说已经找到了 旧小不点的办法 快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 王莽的破绽在于阴云之急 到时蛮荒的穷极之门力量非常薄弱 到那天 只要圣君聚集七杀之力 方克打开突下蛮荒密道的穷极之门 那也就是半个月之后 此办法 真的可以救出小不点吗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办法 好 我就暂且相信你的办法可行 不过 我这边聚集了七杀之力 可小不点那边 又有谁能通知他呢 我自有办法 准备好了就会通知你 你站住 你该不会是看上我们家小不点了吧 圣君 你真的要按照一九哥阁属的方法 去救花千古 不然呢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圣君 恕属下直言 易朽军的方法未免太过危险 这蛮荒乃是世间最艰苦的牢笼 向来都是有境无处 更别提要打开蛮荒密境的穷极之门 那穷极之门乃是集天地间无惠之物而成 虽然在烟雨和阴雨之时会有所减弱 但人不容小觑 稍有不慎 恐怕会宫里散尽而死 你是怕我死在穷极之门 属下不敢 但意外不得不防 圣君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那叫我们如何是好 别废话了 赶紧按照易朽军的方法去准备 如果实在劝不了沙千墨 看来我只能再有行尸单了 圣君 属下无论如何不能听从 你说什么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 因为一个不相干的长流企图 干下那么大的风险 我乐意 只要可以救出小不点 别说是我这条命 就是毁了我这张脸 我都不在乎 现在不是一息用事的时候 好你个善春秋 竟然敢给我服用刑尸单 陪圣君 属下留情啊 今天非要杀了你 让你疯 好过让你死 疯 我陪你一起疯 死 我也陪你一起死 我林乌羽 你竟然敢说 你死 好 妈妈 阿姨 阿姨 伙伐 你真的要走啊 伙伐 圣君可是在气头上 他气消了 他一定会受回成命的 请护法以大局为重 这次他真的是要赶我走 他知道 只要我在 就一定会阻止他 救花千古出蛮荒 护法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已经没有行尸丹了 护法 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七杀 为那个臭丫头毁于一旦 不 这件事对七杀有风险 我绝不能让他去 况一天 在 看好七杀殿 任何异动 立即向我汇报 书下遵命 估法 你是打算 杀 东方玉卿 你为什么要这么能够 对我 如果你想要我的命 你一旦杀了我就是 何必这么大费周章 你急什么 我要你的性命有什么用啊 我只不过是拿你来 验证一件事情 你在说什么 验证什么 洪荒之力 我在外面那几年 对神器的争端 从来没有间断过 鸽派大乱的那一次 是有史以来 神器聚集的最奇的一次 只可惜 我就差一点就得手了 你是说你想利用刘夏 交换神器那一次吗 你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 这重要吗 刘夏那么爱你 你全利用他 还杀了他 闭嘴 刘夏 刘夏不是我杀的 他是自禁而死的 难道 你就不该为他的死 负一点责任吗 你就不觉得内疚吗 我为什么要内疚啊 是他蠢 他竟然相信了我 爱上我 你 你别以为你绝情 池水流下的伤疤 就会比我贪婪 池水流下的伤疤好多少 我告诉你 我们俩 都是长流山的企图 都是磨烟和白子化的耻辱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一想 怎么用你现在的洪荒之力 逃出蛮荒吧 只是万万没想到 最后洪荒之力 竟然在你这个小丫头身上 你到底在说什么 当初虚洞之门打开的时候 盲荒也是各种异象 当时我就怀疑 妖神被放出来了 没想到 那以后我就遇见了 你 你把我说清楚 什么洪荒之力 跟我有什么关系 说得还不够清楚吗 你以为你的伤 怎么恢复得这么快 我告诉你 那都是因为你身体里封印着 洪荒之力 不可能 你胡说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想 你也早就感觉到了吧 怎么会 洪荒之力 明明是晓月的 难怪我遭死劫难 还能保住性命 难道 晓月将洪荒之力 转移到我身上来了吗 你现在就能知道了 你的洪荒之力虽然被封印了 但是只要能使出一二 就能带我们大破版皇 重回外面 我不会出去的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我遭受了连番的惩罚 师父 还是非要把我住到满荒来了 我不会回去的 我也没有连回去了 长流不会要我了 师父也不会要我了 他们那么残酷地对你 难道你真想随了他们的意义 一辈子在这 鸟不拉屎的地方生存吗 我宁愿待在满荒 如果我回去 只会连累大家 如今 小月不是妖神了 师父也已经答应 我不会再杀他了 我已经没有什么牵挂了 华千古 你就这点出息啊 人家不要你了 甘心情愿在这儿受苦啊 我不怕苦 这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 是你本来就不应该受这个苦 长流对你不仁 白子华对你不义 这个窝囊戏 你还真想不声不响地咽了呀 是我自己犯了明天他做才行 长流惩罚我是应该的 我身负洪荒之力 师父将我主刀满荒来 也是应该的 我现在应该做的 就是应该要好好接受惩罚 好好反省 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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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罚又能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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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靠自己的能力逃出满荒 你在这儿活着就是不人不鬼 死了那就是一滩烂泥 你 是人 是鬼 是烂泥也好 随你这么说 我不会离开的 我也不会帮你离开 你 你干什么 我的功灵 你干什么 把功灵还给我 你真是要铁了心待在盲荒的话 这功灵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 只不过是一颗破铜慢铁而已 你 我的功灵 我的功灵 我就知道你并没有完全死心 我倒要看看 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就凭你 想杀我 你早猜到我会来 那是自然 你不想让沙千墨打开穷极之门 也不想让骨头回来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除掉我 虽然我也不想让圣君冒这个险 但为了救骨头 我可以牺牲我自己 也可以牺牲任何人 那你就非死不可 你以为这点机关术就能困得住我 有能耐 你跟我打 别白费力气了 就算圣君来了 也破不了我的阵法 你 看在你忠心护主的份上 我今天就放你嘛 但如果你再肆意冒犯 绝对不会对你客气 你最好现在杀了我 否则 圣君有半点闪失 我绝对不放过你 谁也阻止不了我这骨头 三天之后穷极之门打开 阵法自然破除 你好自为之吧 叶小军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 师兄 现在感觉怎么样 一无大碍了 真是世事难预料 我真没想到 一宿阁居然跟七杀派的人 勾结在了一起 我们该如何是好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他们联系手来 救花千古的同时 蛮荒众人也会伺机而动 师兄 你派人监视七杀殿的一举一动 如果有任何异动的话 随时指挥我 这妖神出世 造成人事浩劫 不能再让蛮荒众人出来了 好 你真是做什么 我是不会离开蛮荒的 你就死了这条行为 花千古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好言相劝 给你一个机会 你可别不知道珍惜 你今天要胆敢说出一个不字 我让你死无全尸